大家好 我是世紀二十一大灣區的Kiki 今天帶大家來看一個文女項目就是北海銀湖 這個項目位於江門市新匯區的銀湖灣崩海新城 是由全國濕強放產世貿集團所打造的 世貿集團在近三十一年來 已經在全國一百二十幾個城市打造超過三百五十個津品項目 而且旗下亦有不少項目成為當地的地標性建築 而今天帶大家來看的就是世貿在大灣區打造的唯一一個 匯聚到山海湖泉林於一體的文女項目 大家看得多度假區 不知一個自然環境這麼優越的大家有沒有興趣呢 還它唯一 接下來我們去深入了解這個非同小可的項目 終於都入到世貿逼海銀湖的售樓鋪現場了 站在我旁邊就是Ruby Hello 接下來有Ruby為我們介紹整個項目 麻煩你 好的 我們先去品牌館 我們先為你介紹我們的品牌館 我們的集團叫世貿集團 它是雙上市公司 在香港包括上海都有上市公司 造房地產行業已經做了31年 我們主打的項目是一些大型的津品項目 包括在全國全球都會有我們的項目 我們主打會做一些五星級酒店 商業項目 主題樂園 包括很多一線城市的地標建築都會由我們世貿去打造 豪宅等等都會有涉獵 如果像我們的一些地標建築 我們可以留意深圳前海中心 這些比較出名的 都是叫世貿大廈 還有我們現在的一個深圳的深港國際中心 最新的都是由我們世貿打造的 包括比較代表性的 有我們上海的世貿國際廣場 這個都是最出名的 最有代表性的 豪宅方面可以看看我們上海的世貿分工花園 琦瑤老師 包括我們一些香港的明星都會是入面的業主 然後我們可以過來看看這一邊 如果是五星級酒店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們這個上海的一個深坑酒店 它是在地下八十八米所打造的一個酒店 地下八十八米 而且這個也是被美國國家地理集住 以為世界第八大的奇跡 世貿做這個項目花了十二年時間 所以其實從這裡可以看到 我們世貿對一個產品的打造力方面相當有實力 除了做這些之外 還會做我們現在所企的一個世貿碑海銘湖 它是屬於文女大盤 在做我們這個文女大盤之前 其實已經會有兩個文女大盤的經驗 在福州上面我們都會有兩個項目 一個是叫雲上古嶺 它會在山上面的一個小鎮 我們這個世貿潤山海就是太平洋海邊的一個小鎮 這兩個項目也是現在賣得相當好 不是環境非常漂亮的項目 到我們現在在江門深會這邊 我們會做一個是世貿碑海銘湖 世貿碑海銘湖其實它就是整個項目 會建在這種室地公園裡面 所以相當清淨和漂亮 你的時候都已經看到很大的霧 那個感覺也很棒 還有我們世貿也是行業內 首個做這種文女大盤 是已經有標準化體系的開發商 所以其實它做這種的話 已經是比較成熟、比較有經驗 還有我們的一個產品 也會更加貼合客戶的真正需求 這個就是我們簡單介紹我們公司 裡面我們會講回我們項目周邊的一些配套設施 我們整個項目碧海銘湖 它會在這個銘湖灣崩海新城裡面 我們整個銘湖灣崩海新城 也都是現在規劃面積最大 和起點最高的一個新城區 它也是我們現在國家政策規劃的一個新城 同時將來也都是會 江牧市的一個比較重點的項目去發展 我們項目現在世貿碑海銘湖 它會在前面這個位置 它會在它的一個中學服務板塊裡面 未來這邊我們會有一些生態類的住宅區 包括道客村、學校、醫院等等 都會在這片區 旁邊也會有我們的大學城 以後會有四所大學入住 包括現在也會有一間廣東工業大學的江門校區 已經在這裡工作了 今年九月份進行第一批招生 另外第三個版塊就是我們的文女配套休閒版塊 這邊會有我們的大南遊艇會、小帆船酒店等等 等到一些文女配套設施 包括以後其實政府都在談一個項目 就是說以後我們香港包括澳門的一些開遊艇 可以直接到這裡停泊的 另外第四個版塊就是我們的一個月外合作示範區 這邊後期也會做一些澳門包括香港的產業轉移 還有這邊也會做一個國際戰能環保行業不聚集地 所以其實我們項目周邊這個新城區 它會有一個人氣支撐、會有產業支撐 其實以後整個發展也會相當有潛力 明白 我想問一個問題,Ruby 整個崩海新城的話 規劃面積有多大? 340平方公里 我們可以轉過來這邊 這邊就會介紹我們整個項目的一些大自然配套 因為其實你進來的時候 你都應該感覺到我們空氣比較清新 環境也都非常舒服 很優美 因為我們這邊會擁有山、海、湖、泉、林 五大大自然生態於一體的一個樓盤 山就是我們後面項目的一片大型的古舟山脈 海就是前邊黃馬海 所以我們的位置非常之美 真正做到這個背山、面海 對,背山、面海 然後湖就是我們整個項目 會建在這個濕地湖上面 這種大自然資源來說 其實在全國比較少有 真正在濕地湖裡面建的項目 可能就是在全國三、四個 我們也是佔了其中一個 包括我們的某人先生 他自己都會擁有一套濕地湖別墅 我們這邊其實你用十分一的家潮 都可以買到一間和他一樣 享受到和他一樣的環境 另外這邊呢 另外一個比較出名就是一地兩泉 我們這邊有鹹淡溫泉 包括我們每一戶都會有溫泉入戶 即是小至公寓、大至別墅都會有 是的 另外還會周邊的一個紅樹林 包括是森林、福臺 這邊都比較高 所以造就了這邊的空氣質量非常之好 我們的富有微脂含量 每個樓坡都達到一萬三千個 即是過來這裡度假 簡直就是養生 是的 所以這邊其實這個環境 非常適合我們度假 養生包括以後退休過來養老 都是非常之舒適的 OK 那我們可以過去前面 這邊會說回我們這個位置 和一個周邊的交通情況 現在我們的位置 可以看看這個屏幕 綠色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世貌碧海岩湖的項目 我們可以留意這個藍色的片區 就是我們剛才介紹過的岩湖灣分海新區 我們都會在它一個核心板塊入面 另外我們可以看看周邊的交通 現在黑色的這些全部都是高速路網 已經是四通八達 過來我們項目其實都非常之方便 主打是這條西部沿海高速 我們在崖南出口這邊出來 十分鐘可以到項目 其他城市所有過來都可以 匯入西部沿海高速來到項目 我剛才從斗門過來 都用了大概半小時時間 其實都比較快 我們是移車比較近珠河 其實對面岸就是珠海 我們這邊其實後期 也會搞比較多的大型交通 包括有跨海大橋 黃茂海大橋 它是上一年十月份已經開始動工 預計在2024年會全面通車 通車之後呢 我們可以直接接駁港珠河大橋 它其實就是一個港珠河大橋的西沿線 所以未來我們去岸門香港 相當方便 一條路就可以了 對 對 另外呢 除了有跨海大橋之外 在我們項目北面大概800米的地方 也會有一個輕軌站 就是以後你不開車 你搭輕軌也是很方便來到項目 那麼我們的輕軌站這邊呢 會在這個 找書城軌的延長線上面 還有另外一條支線呢 會在江門站出發 一直到達項目 叫鄰湖灣支線 都可以來到我們項目 那麼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 假如在我們香港那邊出發 那麼深圳的包括 那麼我們現在會有一條 是叫深茂高鐵 嗯 它現在在動工了 那麼深茂高鐵的深圳到江門段 整好之後呢 直接的一個時間 就是三十分鐘 由深圳來到江門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時間的一個飛躍來的 嗯 包括現在怎樣開車 你都要兩個半小時 要啊 對 那麼現在其實你如果以後 坐高鐵的話 半個小時來到這裡 那麼再轉我們的一個 鄰湖灣支線承制 來到我們學部 就非常之方便了 嗯 那麼我們呢 除了有一個橫向的高速 我們還會做一條是 縱向的高速 叫鄰湖灣高速 那麼以後這邊也都是方便 我們廣州 中山的客戶 走這一條路過來的 這個銀湖灣高速 又大概幾時可以開通 都會在2024年 都是一起的 黃馬海大橋 銀湖灣高速 包括以後的一個 深中通道 中開高速 全部2024年 那意思 現在已經在動工正在做 對 現在已經在做 那麼後期如果深圳過來的話 還會有一條比較大的路 走我們深中通道 轉中開高速再過來項目 亦都是相當快 嗯 明白 那麼我想問回 如果我們港澳的朋友過來的話 大概又要多久呢 如果是香港那邊過來的話 以後如果可以完成了這條大橋 這條大橋過來的話 基本一小時五問題 一小時 OK明白了 那我想看回 剛才那裡的那個 崩海新城那裡 簡單介紹了一些配套 現在想詳細地知道 我們的項目周邊 是一個詳細的 一個關於醫療 教育 商業 生活各方面的配套 OKOK 那這邊會和你介紹 我們整個項目的一個沙盤 包括裡面的詳細的資料 可以看回 前面這個長方形 就是我們世貿碧海 暗戶的整個項目 後面這裡就是政府 超商發展的一個 湖灣斑海新區 當然這裡也是截取了 其中一部分 它比較大 意思就是說 一些學校 醫院 商業 基本上都是這裡 都會在醫生區 對的 我們後期這邊 會有小學 中學 初中大學 都會有 三個醫院後面都會有 所以其實你這邊的 船道的生活 可以放心 那是 身為一個度假區 我想它周邊的配套 應該都不會長 是啊 我們可以看看位置 剛才我們剛剛提到 背山面海 這就是我們一大片的古兜山 就是山 前面這裡就是 黃茅海 背山面海 整個項目都會 在濕地湖裡面 包括我們裡面的景觀 都是以這種 濕地湖的湖景為主 每一個項目 每一間屋後面 都可以看到 濕地湖的湖景 整個項目 整個項目 總佔地面積 是3500毫 相當於327個足球場 那麼大 327個足球場 對 可以看到整個項目 其實我們有 大概1000毫的面積 都是這種 紅樹林的濕地湖景 大自然環境 剩下2000毫才要來蓋房子 所以這邊也是 灣區裡面 數一數二的低密度項目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項目 主打以別墅為主 矮層比較多 後期也會有 我們的洋房和公寓 在我們的中心區域 這裡也會有 我們自己的中心小鎮 那上面 以後會有 世貿的 自營的一個 五星級酒店 超五星的 自圓溫泉苗兒酒店 包括後邊這一排 有我們自己 世貿自營的 一個大型購物 風情商業街 這裡也會有 我們的藝術展覽中心 幼兒園 我們裡面也會有 兩鎖 一鎖在這裡 一鎖在這裡 一個九班仔 一個十二班仔 幼兒園也有自大 是的 我們可以看看 剛才我們在 海邊這個大門口進來 大瓶魚 經過一條小路 進來我們現在所在的 一個授望中心 旁邊其實這裡 已經有一些商業配套 已經是對外開放的 包括有5D電影院 餐廳 酒吧 包括一些 Spa館 遊戲館 等等 這邊都已經有齊 剛才 我們等一下 可不可以繞過那邊看看 可以的 你們可以去看我們這邊周邊的配套 好 明白 我們現在的示範單位 其實就在旁邊 就是這個位置 對 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買到第三期了 主打一二三期都會是這一片的 純別墅區 純別墅區 這邊沒有高樓遮擋 其實一個環境 包括景觀 和視野和隱私性 這邊都會更加好 明白 我想問Rubin 剛才說到 你說有這個公寓 高層和別墅 現在高層就後面才可以賣 現在沒有賣 對 高層我們暫時都會有一棟可以望海的 大概這個位置 對 現在都會推 哦 是賣多大的 那個 這個是我們小面積的一些公寓 公寓 大概是16個方和55個方 兩種會 哦 即是你剛才所說 後期所推出的就是這個位置 對 後期我們可能會在今年年來左右 會推這一邊 嗯 大一點面積的高層有沒有呢 有的 我們就會今年年底可能會有 哦 年底才有 即是現在主要就是賣這個公寓和這個別墅 是 別墅是賣多大的呢 嗯 我們別墅呢 第三期其實賣的位置是最美的 一期就是這個邊位 邊位這裡 二期是中心這個養心島 基本已經賣完了 第三期我們已經在開最前邊 這兩條 這兩條拉的 也是靠近我們商業區 和景觀非常之美的大湖 我們這裡上面呢 現在又會有四種護形 嗯 最小的 109 109護形呢 就是中間 會在中間 哦 109就是中間 對 做了三層的一個設計 警官其實都不會有被遮擋的 而且 視野會更加好些 然後呢 第二個 往上一層呢 就是我們八三方的護形 八三方的護形就是這一排了 它呢 是沿著湖邊去見的 所以每一屋的後花園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湖景 嗯 也可以在後花園自己釣魚 哦 這麼棒自己釣魚 OK 第三個 再往上一個呢 就是我們八七方的護形 八七方呢 就在這一條拉上邊的 是一排的 是八七方的護形 哦 就是中間這個 就是109的 對 左邊就是130 這個就是170 對 包括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一邊的位置 相當漂亮的 它以後的 望的景觀 是我們乘過一個大湖 比我們現在 望出去的湖 還要大幾盆 嗯 好像還有一個更加大面積 二百多人 對 二百六呢 那麼我們就會在最漂亮的位置 二百六的位置 會在這個龍頭位 哦 哦 對 因為它本來的護形都不會多 可能就是十套 八套 哦 數量都不多 都會聚集在這個位置 最漂亮的一個位置 那你剛才說就是 這兩條拉都在賣 是啊 那這後邊這個呢 這條都是一樣的分部 哦 都是中間109 左邊130 右邊170 那現在是有示範單位 看是不是 有 我們現在去看看 OK 這邊 這邊 可以 這邊 是 沒有